廣東高速公路崩塌已造成24人罹難、30人傷 現場車城灰盡 中共接連襲擊菲律賓巡邏旋 專家分析企圖 加拿大教授參與千人計劃 專家說是一場惡夢 禁止高校學生五一組團旅遊 中共管控升級 中共三中全會出招救經濟 專家指出習近平真正目的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4年5月2日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李東梅 在這個圈囂的世界中 《乾淨世界》影視平台GJW Plus 為你帶來一系列精彩的影視作品 每部作品都經過精心挑選 不僅呈現出積極的精神風貌 而且融入了豐富的傳統價值觀 令你在放鬆欣賞的同時 也能收穫心靈上的啟發和靈感 標準訂閱 每月只需6.99美元 隨時享受高品質的觀影體驗 黃金訂閱每月9.99美元 享有更多專屬內容和得權 你可以使用《希望之聲》的專屬優惠碼 就能享受15%的折扣 加入GJW Plus 和家人一起享受這個具有啟發性的娛樂平台 5月1日凌晨2點10分左右 廣東梅龍高速公路梅大段 突然發生路面塔坊事故 塔坊路面 長大約17.9米 面積大約184.3平方米 大量車輛跌落起火 現場黑煙滾滾 火光衝天 不少汽車燒成空殼 事故造成的死傷人數不斷飆升 事故總共造成20輛車輛陷落 導致至少24人死30傷 還有不少人處於失聯狀態 有消息指 廣東梅龍高速公路崩塌有前兆 否則不至於會發生這麼大的車禍 有許多網民在網上發文 尋找失聯了幾個小時的家人 有福建網民說 他的父母 弟弟和妹妹 五個人都聯繫不了 有目擊者說 路面在塔坑之前 只是裂開少少和有些很小的洞 誰都猜不到 這個竟然是死神降臨的前兆 逃過一劫的目擊者說 他的車在行駛的過程中 突然跌入四五米深的大坑中 現場起火 爆炸聲此起彼伏 官媒發布的事發現場的高清航拍圖顯示 在高速公路上的塔坑範圍 路面整個向山坡下面跨塔 泥土滑出至少幾十米遠 剩下高速湖南 連著莊柱 圓空在那裡 塔坑的位置形成了一個大坑 裏面有大量被燒毀的汽車殘骸 不少汽車已經被燒成空殼 這件發生在5月1日假期的慘烈悲劇 很快衝上熱手榜 引起網民的極大質疑 值得一提的是發生事故的高速路段 一年前的2023年4月3日 曾經發生過塔坑 有226萬粉絲 認證為主持人的恆哥表示 看到一些人 找各種個人的理由 說是暴雨所致 恆哥質疑 既然去年在這個高速路段 發生過塔坑的事故 也進行了維修 為什麼在今年暴雨來臨之前 相關的部門 為什麼沒有提前做好預防 事發路段的車輛越來越多 導致高速路面無法承受 還已造成了塔坊 那麼相關的人員為什麼不阻攔 還允許他們進入高速路 認證為前央媒影片 內參中心副主任 終審人的龔立軍 在自媒體影片中提問說 有沒有管理上的責任 是不是豆腐渣工程 還有管理問題 今天是五一放假 有關的管理人員 維護人員都放假? 或者是呼煙了事 增一隻眼閉一隻眼 無獨有偶 4月26日下午 在山西運城高速公路上 發生了造成三人遇難的慘烈追尾車禍 出市的車輛是黑色的華為問介M7 買車的時間是今年1月14日 網民叫三個默默的網友表示 車上三個人分別是他的丈夫 兩歲的兒子和弟弟 他的弟弟和兒子因爲車門無法打開 而被活活燒死 面對遇難者家屬的質疑 華為問介開始推卸責任 說事故車型為非自駕板 沒有用到華為高階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採用的是博世的AEB方案 而博世立刻回應說 試試車輛並沒有搭載博世自駕系統 由分析認為 任何重大事故發生後的首要關注的 就是事前的安保問題 但今次事故中車門無法打開 顯然影響救援 而華為問介對此隻字不提 華為問介M7車主手冊中提到的 所有車型都支持事故後自動解鎖 但本次事故發生時就剛剛相反 就在媒體和民眾紛紛質疑華為問介的時候 有自媒體披露 華為問介自駕系統中的AEB 存在AB工的問題 實際的供應商是福瑞泰克 福瑞泰克和博世 兩家公司都為M7、培圖 屬於AB工 據悉 車企在同樣配置的車型上 採用不同供應商的產品並不罕見 但華為問介並未告知購買者 另外出事的華為問介M7 涉及的不僅是福瑞泰克和吉利公司 有消息指沒有彈出的門把手的供應商 是比亞迪 雖然不知道後續是否還有其他 什麼配件公司捲入其中 但這場車禍 已經令華為 吉利和比亞迪牽扯其中 有太多的看點 以隨著事件的發酵 一如既往網絡質疑的聲音 開始一個個備燒音 4月30日譴責 中共海警船 連續兩天使用水炮襲擊 並危險攔截 菲律賓巡邏船 造成船隻遭到破壞 中共還在 黃岩島的入口處 設置漂浮屏障 4月19日 兩艘菲律賓船 在黃岩島附近 進行海上巡邏任務 結果遭到四艘中共海警船隻 和六艘中共海上民兵船的危險攔截 其中一艘菲律賓巡邏船 遭到了中共海警船的兩面夾擊 海警船使用強力水炮 轟擊船艙部位 造成船隻的欄杆和頂篷損壞 4月30日 菲律賓指控中共的惡意迫害行為 導致船隻受損 還譴責中共 再次在黃岩島入口處 設置漂浮屏障 控制這個區域 當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說 中共擁有黃岩島的主權 中共一直宣稱 幾乎對整個南中國海擁有主權 但早在2016年 國際法庭就已經對南海仲裁案進行裁決 中共敗訴 近幾個月來 隨著中共和菲律賓不斷在南中國海 發生碰撞衝突 南海緊張局勢加劇 菲律賓和美國 和日本三方達成協議 加強合作 應對中共威脅 中共不斷在南海挑釁 有什麼目的 希望資深記者 5月1日採訪了 台灣政大國關中心 資深研究員 宋國成 他表示中共就是要否定國際法 同時也和美國繼續進行對抗 基本上 中共意圖 將整個南海 視為它主權範圍的內海 他說是依法做拘離的動作 依什麼法 當然是依據它的國內法 但是它又說依據國際法 2016年海牙國際法院 早已否定了中共對於南海主權的聲殺 所以它實際上是以它的國內法 來否定國際法 這就是中共這個流亡政權本質的一個徹底暴露 另一方面 中共有一句 菲律賓未經中國的同意如何如何 那麼這個地區為什麼一定要經中國的同意呢 這樣的主張 就是和美國所主張的自由而開放的人態 是相互對撞的 宋國成認為 中共沒有議員開戰 只是在南中國海持續展示武力 給國內人民看 他說 啟動美非共同防禦條約非同小可 意味著美非和中共直接宣戰 所以中共用這種水炮來做拘離的動作 其實是游走於所謂的戰爭行為的邊緣地帶 一般海事衝突上 都將水炮當作是一種合法拘離的手段之一 在國際法的慣例上 不見得將它作為一種侵犯的行為 或者軍事的行動 中共就是利用這種水炮 來逃避美非共同防禦條約對它的反制 終極來說 中共不惜違反國際法 不惜與美國維持一種對抗的態勢 正是維持它內部進行統治的必要手段 它不怕與美國發生衝突 如果中共退縮、示弱 或者妥協 反而令它在國內失去民族主義的支持 英文《大紀元》4月28日報導 加拿大一名華裔教授參與了中共的千人計劃 涉嫌威脅加拿大國家安全 加拿大華裔教授彭長輝 因加入中共人才招聘計劃 涉嫌威脅加拿大學術安全 彭長輝在2003年起 擔任魁北克大學生物系教授 2010年加入中共千人計劃 加拿大安全局曾表示 中共千人計劃鼓勵盜取尖端技術和知識產權 對加拿大政府研究設施等機構 構成嚴重的威脅 西北農業科技大學領導研究工作 此外 彭長輝同時擔任 蒙特利爾孔子學院的董事會主席 孔子學院被中共喬慕辦公室指定為 海外華民教育示範學校 喬慕辦公室是中共統戰部的部分 是中共在境內外施加影響的主要運作機構 對此 《希貿之聲》記者5月1日 採訪了旅日資深媒體人張本珍 張本珍說 中共千人計劃 我們看到加拿大的情報局也很關注這個事情 他們就認為這個計劃是提供中共的國家技術能力 可能會通過激勵 經濟間諜活動 攝取知識產權 對包括政府研究設施在內的研究機構 構成嚴重威脅 實際上 本身它就是一種價值觀的根本對立 那麼這些西方自由社會 當然對待這樣的行為 是非常緊張的 張本珍呼籲海外華人認清中共的本質 不要盜取其他國家的尖端技術和知識產權 這是不道德的 他說 因為我們知道中共實際上就是彎道超車 它也不會按照國際社會通用的這些規則來做這樣的事情 它只是要它想要的 它也不會去在意在海外的這些華裔 這些科技人員真正的利益 我覺得在海外的華人 他們應該分清楚 否則的話 你和中共走那麼近 而且幫中共去實現它的目標 它那個目標並不是為了中國的老百姓 它是相反方向的 所以我覺得 這些華人 他們必須自己對這一點要非常清楚 張本珍說 中共利用千人計劃 竊取海外尖端技術 滲透社會各界 引發世界各國抵制 相關人員受到制裁 他說 我覺得科學家愛國是一個人基本的情感 愛國我覺得沒問題 包括你喜歡中國的文明 中國傳統的文化 這個雖然是一件好事 但現在中共對西方國家高科技的滲透 它實際成為了海外華裔 它們的惡夢 有非常大的欺騙性 今年中國五一假期之前 多地高校突然發布通知 驗金大學生組團外出旅遊 禁令引發輿論熱議 根據彭博新聞的報導 多地高校以保障學生 在五一假期的安全穩定為理由 禁止大學生組團外出旅遊 蘭州交通大學4月25日發出通知說 學校驗金學生租車外出 團體旅遊或者踩單車軟遊 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師範大學外國院學院 成都理工大學基電工程學院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也發出類似通知 蘭州工業學院說 驗金任何組織和個人組織學生 集體外出旅遊 參加商業性慶典、演出等活動 提倡學生在校內開展小型戶外民體活動 西安科技大學雖然沒有禁止學生組團旅遊 但是嚴格限制 必須在當日晚10點前返校 不得在外留宿 北京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光電學院 河南省駐馬店、職業技術學院 安徽工程大學、 重慶理工大學 就要求學生和家人、朋友 結伴外出旅遊 不要和陌生人外出或會面 中國高校禁止大學生在 五一假期組團外出旅遊的消息 登上熱手 引發網友熱議 很多人批評高校管得太多 限制大學生人身自由 有網友認為 中共當局嚴禁大學生在校外聚集 說明害怕大學生 組織反對中共政府的抗議活動 引發社會動盪 近日 多所高校禁止大學生在宿舍掛藏簾 說藏簾存在安全隱患 阻擋了同學之間的交流和溝通 外界普遍認為 學校有監視學生 侵犯個人隱私的嫌疑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開會議 決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開 中共第20屆中央委員會 第三次全體會議 聲稱主要研究中國經濟議題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長三角一體化 高質量發展 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民陣加拿大主席 賴建平認為 這種局限在經濟層面上的 所謂改革開放很難成功 因為經濟問題的根本 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賴建平5月1日對希望之聲表示 美國特斯拉企業在上海 執行長馬斯克北京之行 正好是體現了中共政治局 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的會議精神 馬斯克的企業 特斯拉遭遇到了平頸 希望在自動駕駛技術上獲得進展 馬斯克在探討 在中國還是在印度取得這些數據 搞它的自動駕駛測試 中共內憂外患 經濟一直搞不上去 那中共將馬斯克請到了北京 將馬斯克準備好的印度之行叫走了 中共正好利用馬斯克的身份 給外界一個印象 你看馬斯克都來擴大投資了 我們答應他各種各樣的要求 表明我們還是要想繼續擴大改革開放 因為中共現在再不採取措施 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走向心怨 他不想就這樣亡國 丟掉自己的政權 會議指出 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 需求不足 企業經營壓力較大 重點領域風險隱患多 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 女澳學者李元華表示 會議並沒有提到解決內需不足的方法 實際上消費疲軟 是他不鼓勵消費 他還控制消費 其實經濟發展有多條途徑 中國人高儲蓄率 因為沒有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他不願意投錢 現在經濟越不好 大家越不敢花錢 他不認為給百姓福利 對於他這個專制極權有什麼好處 其實他有稱霸野心 他一直認為 我經濟強了 我有錢 我就可以視義妄為 傳統的行業 我賺到錢 現在我要一些新興行業 我要做霸主 我要壟斷 我要賺錢 他所有的經濟措施 都是圍繞著他怎麼做老大 他以為只有生產這種硬通貨 大家必須買他的 那大家都買他的 他就賺到錢了 他就變成老大了 他經濟不成 其實他非常害怕 因為他這些小弟如果不給錢 大家就在聯合國不和他一起玩了 不和他一起投票了 李玄華進一步似出 中共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 經濟是自由市場來決定 現在他想控制市場 市場不聽你的控制 生產在初期起步的時候 你用國家權力可能會有些優勢 但長遠發展他一定要出事 房地產還好就是在自己國內 但他的所謂新質經濟的那些產業 現在已經卷得不得了了 國內已經大降價了 已經死傷一片了 大家都擁去那裏 做手機的、做電視的 做什麼行業的都做汽車了 新能源汽車 一個他有技術門檻 再有一個就是說 有這麼大的利潤 他有這麼大的市場嗎? 其實都已經是危機了 你還沒地方去傾銷這些東西 過剩就是過剩 他進入死胡同了 賴建平最後表示 中共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很難成功 這個根本上是政治問題 只要習近平堅持個人獨裁 加緊對社會各個方面的管控 就不可能真正改革開放 外資還是不願意回來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